但你不覺得很好奇就是他們到底要怎麼下來 我說裡面其實有解釋 第一個騎上沙蟲的人也遇到同樣的困擾 他說每一次騎沙蟲都一定會騎到沙蟲 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想看電影 大家我是John 沙丘2在2月28號已經上映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史詩集的大作 這一部電影真的一定要去電影院看 他整個場景規模 音效畫面還有整個設計 真的在電影院是一個非常好的享受 如果可以的話 推薦大家IMAX 但也因為他的世界觀非常龐大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帶大家一起看 這部電影裡面所有的細節 還有一些電影中沒有演出來的設定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會更喜歡這部電影喔 讓我們開始吧 在開始之前你有發現嗎我的衣服 DUNA 這不是盜版的 就是我那時候去巴西的時候他們發的衣服 南美中那邊都是叫DUNA 連海報都有 都是DUNA 英文版的話是這個 DUNA 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們這部影片裡面會參雜很多 這本書的資料 YAY 他是電影設定集 很酷吧 剛出的喔 你看你看 超多有的沒的 電影一開始跟其他電影一樣出現了片商的LOGO 但是我們聽到了一句話 第一集是 夢境是來自深圳的訊息 你收到的 我收到的 謝謝 第二集我們聽到 Power over Spice Is power over all 控制香料者可控制一切 替第二部電影做得非常的開場 告訴我們香料才是在這個世界觀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那電影的開始 電影的開始我們看到 由Florence Pugh 飾演的 Princess Illuland Carino 伊羅蘭公主 記錄著 10191年發生在 Arrakis上面的戰爭 Arrakis就是 沙丘故事主要發生的星球 然後那個星球呢 他的外號就叫做 沙丘 Arrakis也是宇宙中 唯一可以生產香料 Spice的星球 香料 Spice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可以 讓人家上癮的一種毒品 但是它可以 瞬間提升人類的能力 延藏人類的壽命 和開拓心靈能力 還有未知的潛力 但是香料最重要的功能 在這個世界裡面 就是要讓領航員 Navigator 大量服用之後 可以安全的駕駛太空船穿越各大星系 那除了他們之外 像是人類計算機的 Mentat Mentat 跟類似女巫的 貝尼傑斯瑞德 Benny Jesperat 也都會需要香料來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關於這些香料服用者 成因者的事情 我們慢慢的來解釋 首先簡單來回顧一下 沙丘這個世界觀 沙丘宇宙計算時間的方式 跟我們用的不太一樣 他們用的是 AG跟BG After Guild 跟Before Guild Gild的意思就是工會 所以他們指的是 雲航工會 所以他們計算實踐方式呢 就是在雲航工會壟斷 星際航行的 之前 還有之後 AG跟BG 所以這次的電影呢 發生的時間是在 1991年AG 所以在那個事件的 兩萬年前 人類已經成功的可以星際航行 但因為大量的使用機器人 跟AI科技 而引發了 宇宙大戰 內側戰爭 叫做巴特勒聖戰 所以在那場聖戰之後 人類決定不要再用這些高科技 回到最原始的生活方式 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電影裡面 都沒有看到電腦跟AI 反而是訓練出了一些超人類 來代替這些電腦跟AI 像是Mentad 跟Benny Chesteret 那說到星際航行 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個世界的星際航行 人類的星際航行 分成兩種方式 光速飛行 跟超光速飛行 舉例來說 如果光 從太陽到地球 需要 8.3分鐘的話 那我們用光速飛行 從地球到太陽 也只需要 8.3分鐘 但是光速飛行 只限於在我們的銀河系裡面 會覺得非常的快 如果要 跨銀河系的話 其實還是需要 幾百萬年的時間 所以在砂丘世界裡面呢 就發明出了一個 比光速還要再快很多的 超光速飛行 它的原理呢 非常的簡單 就像是把空間 折起來一樣 然後可以很快速的 從A到B 就像我們把這個海報 如果你想要 Duna的D 碰到Duna的A的話 我們就把它這樣折起來 有沒有啊 這是超光速飛行 但空間折疊的方式實在是太危險了 因為有10分之間的太空船會壞掉 裡面的乘客基本上就白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後來宇航工會 Space Guild成立後 他們創造了 領航員 這個特殊的 職位 要成為領航員 他會需要 長期大量服用香料 變成超進化人類 他可以看到 折疊空間裡面最安全的路線 完成超光速黃行 但也因為他們大量使用的香料 所以身體就變得像魚一樣畸形的樣子 1984年 David Lynch的 沙丘電影版裡面有出現過 這次的沙丘電影完全沒有出現 領航員 但他們還是有口頭上提到 他會不會有 這次的沙丘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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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沙丘電影 在第一節的時候我們看到 就是會翻白眼嘴唇上有一點黑黑的軍師 那為什麼他們嘴巴這邊是黑黑的呢 在電影設定集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在原作中他們嘴唇上常常會沾著橘色的沙芙汁 這種植物的汁可以幫助他們計算 但是你知道我們橘色嘴巴這樣怪怪的有點像小丑一樣 所以導演就改了這個設定 變成一小塊黑色的刺心在他嘴唇上 那看起來比較酷 另外還會用香料的就是貝尼傑瑟瑞德的姊妹會 他們是藉由服用少量的香料來增強自己的心靈能力 他們在各大家族也是扮演著像軍師的角色 只是他們跟Mentai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Mentai他們是計算機類型的 然後這邊是心靈輔導型的 那Beni-Jesserad他們的目的呢 是為了要引導人類走向他們相信的美好未來 但其實他們還是有其他的想法 對這個我們晚點來講 那最後一批會服用香料的人就是 香料產地沙丘的弗雷曼人 因為他們就住在沙丘上面 所以他們會長期服用香料 導致他們的眼睛都變成藍色的 但其他星球的人住在沙丘上面 好像不會得到那個藍色的眼睛 其他星球的人要得到藍色的眼睛 可能會要像Paul或者Jessica一樣 就要喝生命之水 順便一提這些藍眼睛 不是演員們戴著藍色的隱形眼鏡喔 他們是真的去刺青把眼睛全部都變成藍色 因為拍攝的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在那個地點它的風沙非常大 不適合戴隱形眼鏡 所以這些藍眼睛都是後製出來的 好我們回到點香料使用者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來解釋一下帝皇的星球 帝皇的星球叫做Kaitan 因為沙丘這部作品是星際間的故事 所以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星球 在第一部跟第二部裡面 我們一共看了五個星球 第一個是充滿綠翼跟海洋的 Kaladan Kaladan 是雅摧迪家族的星球 再來是充滿黑色塑膠感的捷地主星 Gedi Prime 是哈肯能家族的星球 再來是布滿岩石的薩魯薩塞 康達斯星 這是皇家軍隊薩都卡所居住的星球 當然還有電影最主要發生的星球 沙丘 厄拉克斯 阿拉克斯 第五個就是皇帝他們所在的Kaitan 導演把它塑造成一個像花園一樣的城市 非常適合人類居住 有一幕我們看到公主在跟帝皇下一個金字塔形狀的棋 這個棋叫做Kheops Chess Game 是沙丘小說裡面有提到的一種金字塔形狀的棋局 公主在日記裡面有提到 對於雅摧迪家族被滅這樣的暴行 公主覺得很訝異 因為帝皇一句話都沒有說 但他會覺得訝異呢 是因為在小說設定裡面 宇宙帝皇沙德姆四世 Sadam Carino IV 其實非常喜歡Paul的爸爸雷托公爵 他們曾經也是小兄弟的關係 帝皇曾經說過 如果伊諾朗公主年紀再大一點的話 他真的很希望公主可以跟雷托結婚 因為他覺得雷托是一個正直又受人民喜愛的人 他是非常適合當皇位的繼承人 但帝皇個人對他的喜愛 沒有比自己的地位來的重要 加上帝皇一直受到姊妹會聖母的慫恿 所以才策劃了這場戰爭 貝尼傑瑟瑞德他的聖母 跟我們在沙丘上面看到的聖母是不一樣的聖母 來解釋一下聖母是什麼 要成為聖母 姊妹會的人需要經過長期的特殊訓練 讓他們的身體可以把有毒物質轉化成無毒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服用一種毒藥 如果失敗的話 他們就會死亡 但如果成功的話 他們就會解鎖基因裡面的記憶 意思就是 所有女性祖先的記憶 一次都會一起湧入到他們的腦海中 所以他們會知道之前發生過的什麼事情啊 所有的秘密啊 所有的能力啊 那些全部都會知道 這樣就可以大量提升他們的知識還有能力 變成聖母 那這是姊妹會的聖母 那其他地區其實有他們的聖母 只是規則都不太一樣 但像沙丘上面的聖母 就會跟姊妹會的聖母非常類似 因為在沙丘上的聖母 他們是喝下了生命之水 也是一種劇毒 如果活了下來 一樣會解鎖所有基因記憶 那電影裡面有提到聖母直線女性 因為男性喝了劇毒之後 沒有一個會活下來 也是為什麼姊妹會後來想出了一個育種計畫 目的就是要培養出男性的聖母 據說這名男性可以同時解開所有男性與女性祖先的記憶 同時還可以預知未來 就是一個完全可以了解過去還可以看到所有未來的人 完美的神 所以姊妹會想要培養出這個人 然後控制他 再利用他控制整個宇宙 他們說他們的存在 是為了要造福更多的人 但是說到底 他們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他們自己 那姊妹會稱這個勝負為 奎薩茲哈德拉赫 奎薩哈德拉赫 意思就是縮短道路的人 也就是我們在第一集沒有聽到 我們只能說是女兒 但你和你的榮子 想你能製造奎薩哈德拉赫 姊妹會原本計畫 是要讓雷托雅崔迪生出一個女兒 然後跟費德羅薩交配 而生下來的那個孩子 就會是奎薩哈德拉赫 然後讓他當上宇宙帝皇 然後控制他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控制整個宇宙 但因為傑西嘉女士 太愛雷托雅崔迪 所以決定要幫他生下一個男孩 來當雷托的繼承人 也就是Paul 但做了這件事之後 他就破壞了整個姊妹會的計畫 所以在電影裡面我們有看到 姊妹會的人 會再派人去收集 菲德羅薩的種 想要繼續執行他們的獄種計畫 勝負這個角色呢 又跟沙丘上面的救世主不太一樣 在沙丘上面 弗雷曼人口中的救世主 他代表的意思是 外來的先知 或是一個救世主 那他們覺得呢 這個救世主 是一位擁有不可思議力量的人 同時又會拯救他們 然後把水帶到沙丘上的人 這個預言的起源 在很早以前也是姊妹會開始傳的 但他們傳這個預言呢 其實只是為了要控制沙丘 所以這個Lysand Elgaiib 跟剛剛我們提到的 Quizan Hyderac 是不一樣的 只是剛好都是Paul 因為Paul從小就有預知能力 然後剛好被媽媽用 姐妹會的訓練方式訓練 給我水 所以他到沙丘上之後 一直聽到聲音要他喝下生命之水 這樣子他就可以成為Lysand Elgaiib 但剛好他喝下生命之水 也讓他變成了灰塞 Hyderac 那這個生命之水設定呢 跟小說是一樣的 是幼年的沙蟲在他們死亡前 會產生出有毒的藍色液體 弗雷曼人稱為這個藍色的液體為生命之水 順便液體 你知道那隻可怕 又噁心的沙蟲 又我最討厭的 他是劇組人員真的做出來的一個模型 然後他們像操控木偶一樣 這樣子一直去操控那隻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動 然後飛到那個人身上 好像都是他們這樣子動 所以媽媽喝到了生命之水之後 變成了聖母 然後Paul喝了生命之水之後 變成了Lysand Elgaiib 跟Quizzer Hyderac 還有另外一位 也喝了生命之水的人 然後還活下來的 就是Paul的妹妹 阿利亞亞崔迪 阿利亞亞崔迪 他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就已經嘗到生命之水的美味 還生存了下來 所以在他還沒有出生 就已經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在小說裡面 這種人被稱為 預生者 preporn 也是為什麼妹妹的胚胎 可以跟Paul一直對話 那電影裡面 後來有出現一個未來的畫面 我們看到 阿利亞亞崔迪 是由Anna Taylor-Joy 飾演 順便一提 那個胚胎聲音也是她的聲音 那這個設定呢 跟小說不太一樣 在小說裡面 阿利亞因為媽媽喝下生命之水 所以提早出生 而且一出生就是一個 擁有著小孩子身體 但講話像聖母的怪人 這個已經有點不合理了對不對 但更怪的是 在小說裡面 他可能男爵也是被他殺掉的 但在電影裡面 導演改掉了這些設定 可能因為也是 他覺得太可怕了 導演沒有讓阿利亞出生 直接在媽媽肚子裡面 用胚胎的方式 跟Paul還有媽媽聊天 其實這樣改編比較有說服力 而且跟胚胎對話 真的也產生了一種 很怪異 又有點變態的感覺 而殺掉男爵那邊 最後也是由Paul來動手 這樣就可以圓了 這個角色的復仇之旅 另外還有一些 跟小說不同的地方 像是佛雷曼人分成兩個派系 南方跟北方 南方是深信者傳統的信仰 期待有一天 救世主 會帶領他們 來找到天堂 把沙丘變成更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電影裡面 死地加 Stilgard就是比較迷信的那一派 而北方就是戰士 自由派 他們覺得自己的未來 是由自己創造 不要去相信那些預言 或是外來者 只會相信弗雷曼人 Chuny就是北方這一派的 我不會為他 我為我的人 但其實在小說裡面 Chuny跟所有的弗雷曼人 都是虔誠 相信Paul是唯一的救世主 小說裡面是沒有北方自由派的 這是導演後來的改變 他說這樣的改變 會讓故事有一個全新的面貌 回到電影 在沙丘上面 我們看到Paul跟Chuny 在沙漠躲避哈克能家族軍隊 天空我們看到 被兩個月亮折住的太陽 在小說的設定中 Arrakis就有兩顆月亮 導演丹尼維勒內夫 Denis Velenou 刻意想要保留這個設定 就是為了要提醒觀眾 沙丘所在的星球 是跟地球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不要誤會 覺得那是沙哈拉沙漠 不是 他不是在地球拍 他是直接把內心人 Feed out Arrakis 這個是要拍好了嗎 很有趣的是 一個月亮上面 有一個人守的圖案 而另外一個月亮則是 沙漠小袋鼠 摩哈迪巴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想要解釋的地方呢 就是電影剛開始不久 我們看到Paul在躲避 哈可能甲族軍隊的時候 旁邊有看到 用白色布袋裝著的 賈米斯的屍體 他就是在第一集的最後 跟Paul決戰到死的那位 弗雷曼人 很多人包括我 在看第一集的時候 最大的疑問就是 為什麼在Paul看到那些幻象裡面 賈米斯很像是Paul的一個導師 跟朋友的角色 而不是現實中充滿敵意的樣子 他們有很多要學 我會示範你 甚至到第二集裡面 我們還看到 已經死去的賈米斯 再度出現在Paul的幻象中 而且還是給他建議的導師角色 其實賈米斯的死在第一集的最後 其實是帶有這幾個很重大的意義 第一在決鬥的時候 我們聽到一個聲音告訴Paul 所以殺死賈米斯 可能代表Paul殺死了內心還是男孩的自己 重生成為一個他需要成為的人 變成預言中的クリサ・ヘデラック 而第二 Paul在殺死賈米斯之後也知道 他殺死的一位可能成為他好朋友的人 就代表他看到的未來是可以改變的 雖然他在第一集的最後是為了要救他媽媽 所以必須殺掉可能成為他朋友的人 但是Paul的內心一直都希望不要按照著預言去走 所以這其實也是意味著 Paul在第一集看到的那些 預知未來的畫面其實沒有到很完全 也沒有到很絕對 所以總結一下剛剛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要殺掉這個人 他才可以成為大人 往他的使命去走 然後更認真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順便加入弗雷曼人 第二個其實就代表著 其實在第一集我們看到的那些 預知畫面 甚至在第二集的一開始 那些預知畫面其實都沒有很完整 他不是完全會實現的東西 也是可能可以改變的東西 但他在第二集喝了生命之水之後 一切都變了 他完全看得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不太一樣 差別在這裡 再來回到電影 Steelgard帶他們來到北方的聖地 Sitch Taber Sitch是一種弗雷曼人居住的洞穴 結構的名稱 裡面會有很多的通道 可以容納好幾百個家庭 所以那個山洞就像一個小城市一樣 那在裡面呢我們也看到很多弗雷曼人的傳統 像是他們怎麼處理死人啊 然後他們圍成那個聖水池 接著我們看到 時間跳躍了一下 Paul跟Channy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戰爭 而弗雷曼人接受Paul 正式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Steelgard幫Paul取了一個 他們私下會叫他的名字 叫做烏書爾 烏手 意思就是最強的基石 Paul也選擇了一個 對外公開的名字 叫做 意思就是那個 可愛的沙漠小袋鼠 後來Paul也有問Channy 私下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叫做 叫做 意思是 沙漠之村 但Channy說他很討厭這個名字 因為他覺得這個名字 代表著很愚蠢的語言 但小說裡面 這個名字 是Paul跟Channy 愛人之間的小暱稱喔 就像 他閉嘴 電影裡面 我們看到Paul成為 弗雷曼人第一個挑戰 就是要學會怎麼駕馭沙蟲 你有夢想到你的第一回合嗎 通常弗雷曼人 在12歲的時候 就會學到這個技能 小說裡面有講到 第一個成功騎沙蟲的人 叫做 他發現 沙蟲身上的鱗片 如果受傷或是打開 沙蟲就會浮到沙漠的表面 避免太多的沙子 跑到身體裡面會不舒服 所以弗雷曼人 就利用這個特性 來駕馭沙蟲 一開始他們會用 沙槌 製造聲音 吸引沙蟲過來 接著他們再用 特製的鉤子 The Maker Hook 來撬開沙蟲的鱗片 沙蟲為了避免 開口禁沙 所以浮到沙子上面行走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騎著沙蟲 但你不覺得很好奇 就是他們到底要怎麼下來 或者是 要怎麼樣一群人一起上去 甚至還搬東西上去 這是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最大的問題 在小說裡面其實有解釋 第一個騎上沙蟲的人也遇到同樣的困擾 他說每一次騎沙蟲都一定會騎到沙蟲累死為止 他才會停下來 後來他就不想要每一次騎沙蟲就要害死一隻沙蟲 所以想辦法讓自己跳到鄰近的岩石上面 讓沙蟲自由 後來他們學會從旁邊滑下來 也會騎到讓沙蟲很累速度慢下來的時候再跳下去 所以載人的話應該就是他們真的每個人都習慣這個速度跟高度 他們就可以帶這個東西這樣丟上去 那有可能他們就扛著那個轎子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個鉤子這樣 對他在裡面其實是倒著 回到電影 姐妹會的聖母知道 在沙蟲上面崛起的先知摩阿迪巴 是還沒有死掉的Paul 但他也知道Paul不會接受他們姐妹會的控制 想到要找另外一個人來取代他的位子 就是哈肯的男爵的小侄子 也是野獸拉班的弟弟 菲德羅莎 菲德羅莎 菲德羅莎是由奧森巴勒來飾演 他只有演過電影貓王艾維斯 他在裡面飾演貓王 然後還因為那個電影得到了金球獎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姐妹會他們的運種計畫裡面 原本是希望傑西加女士的女兒 來跟菲德羅莎生下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就會變成他們計畫裡面的 Quasar Haderach 但那個女兒變成了Paul 所以他們就只好執行B計畫 B計畫就是派瑪格特芬林女士 跟菲德羅莎生下一個女兒 再利用他們的女兒去做一些壞事 很多網友問說 為什麼菲德羅莎的畫面這麼的小 而且在電影後半段才出現 導演有回說是因為他覺得每一幕都非常重要 他希望每一幕都可以精準的 讓大家看到這個人可怕的感覺 所以故意安排不要讓他出現太多 那說到剛剛的Margaret Finring 原本電影裡面好像還會有她的老公 叫做芬林伯爵 是由Tim Blake Nelson飾演 他就是飾演無敵浩克裡面頭變大的壞科學家首腦 這個角色在小說裡面是帝皇最相信的好朋友 後來因為電影真的太長了 所以導演才決定把這個角色出現的部分 全部都刪除 演員Tim Blake Nelson有表示很可惜但不會難過 還是非常期待跟導演在其他作品合作 那除了他之外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小色角色 就是雅崔迪家族的Mentad瑟菲哈瓦特 他被刪除的原因也是一樣因為電影太長了 但大家值得開心的就是那個翻白眼的老頭 他還活著喔 廢毒羅莎出現的時候呢我們來到他的星球 我們看到男爵為了幫他慶生 舉辦了一個羅馬競技場的角鬥式比賽 因為他們的星球非常喜歡暴力 所以他們一出生就被灌輸 未來要當軍人虐殺敵人的精神 習慣把這種血腥的活動當做娛樂來看待 那這一整段 但尤其是角鬥式慶生的畫面 基本上都是黑白的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邊是黑白色 然後好像偶爾會有一點顏色出現 但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為什麼呢 在跟Inverse訪問的時候 攝影師Greg Fraser解釋 我跟導演在討論時就有立好一個規則 在哈克能的星球上太陽照到的地方 都會是黑白色的 反而是陰暗處才會有顏色 為了達到這個效果 我們用了兩台攝影機 一台是正常的有顏色的攝影機 另外一台是紅外線攝影機 然後又訂做了兩種不同的LED燈 一個是專門會造出紅外線光的LED燈 還有一個是沒有紅外線光 只有正常光的LED燈 給正常的攝影機來用 兩個攝影機都會有自己的光源 然後拍出了這個畫面 導演會想要用這個黑白的方式拍攝 就是為了要符合 接地主星Gady Prime的環境設定 因為在小說裡面 哈克能的星球是一個極度工業化的地獄 就跟台灣一樣 恐怖的環境污染 加上星球本身惡劣的火山地形 基本上是看不到陽光的 所以導演用了更酷的技巧 就可以呈現這個低光照 又嚴重污染的國家的樣子 也是為什麼導演把哈克能的人 都設定成光頭白皮膚 光頭是因為很多的污染所以長不出毛 而皮膚白呢是因為他們太少曬太陽 所以皮膚都白白嫩嫩的 因為他們整個星球都種不出植物 食物都要從別的星球來進口 所以那邊的奴隸 都是瘦瘦白白光光的 另外一個非常經驗的畫面 就是黑色的煙火 導演想要做出一種 看起來很像把光吸掉的煙火 但後製團隊試了好幾個月 導演都打槍他們 直到有一天 後製團隊把模擬黑色顏料 滴到酒精裡面的樣子 拿給導演看 導演才點頭說 這就是他心中想像的煙火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很酷的黑色煙火 額外來補充一個電影裡面沒有演到的故事 亞垂迪家族下面的兩位大將 格尼哈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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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鄧肯艾達河 Duncan Idaho 他們曾經都在 節地主星裡面當過奴隸 家人都被野獸拉斑給殺死 拉斑就是Drax 所以薩諾斯會那麼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家人被Drax殺死 他們兩人都是後來被亞垂迪家族的人給救出 所以非常痛恨哈肯能的人 那在第二集呢 我們就看到格尼哈勒克 成功的殺死了拉斑 也是他自己的復仇之旅 那在電影裡面 我們有看到菲德羅薩 成功的殺死了這些人之後 被加冕成男爵 以及沙丘的統治者時 胖胖男爵又直接親了他一口 而且是嘴對嘴 這個應該是在暗示 在原作小說裡面 胖胖男爵 就是一個非常喜歡 小男孩的可怕的群 但你知道胖胖男爵以前 根本就不胖嗎 他其實是個帥哥 I don't believe you 是一個星際間有名的美男子 這個前傳爆了一驚到 但這個前傳呢 其實不是原作的小說 他是原作小孩去寫的 是有補足之前 就是為什麼男爵會變那個樣子的一個故事 我們來分享給你們 在沙丘前傳的故事有提到 姊妹會的聖母墨西亞母 當時為了蒐集 還是很帥的男爵的基因 但發現男爵只喜歡小男孩的時候 他就用劑讓男爵跟他生小孩 但聖母發現這個第一個孩子 是有基因缺陷的怪物 他看到了一個預知畫面 就是雷托的女兒 跟這一位菲德羅薩一起生出來的孩子 如果成為昔薩哈德羅薩 就可以預防未來有聖戰的發生 也就是避免那個大戰爭 然後他們可以統治宇宙這樣子 接著呢 他就把這個孩子給滅了 然後想要再第二次 在第二次 跟帥男爵生孩子的時候 反而被懷恨在心的帥男爵給射擊 讓他被下藥下毒 狠狠地強爆了聖母 不爽的聖母就讓男爵 得了一種會一直吃一直變胖的怪病 所以後來這個帥帥的男爵呢 就變成了胖胖男爵 他的腳完全支撐不住他的身體 所以才要用可以漂浮在空中的裝置 讓他可以漂在空中 飛來飛去 聖母生的第二個孩子呢 就是解析家女士 所以聖母其實是Paul的外婆 然後哈克蘭是Paul的阿根 回到電影 接著我們看到格尼哈萊克 原來他還活著 而且第一次登場就直接唱歌了 那是因為這個角色在小說裡面設定了 其實他是一位迎遊詩人 他會打架的迎遊詩人 他可以邊唱歌邊殺人 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而且還不會走音 他可能被插到一道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裡面的歌詞其實是由演員 Josh Brolin自己寫的 玩真版超好秀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Sherry的影片 Paul看到格尼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I recognize your footstep old man 這跟第一部裡面 格尼救走Paul的時候 Paul說的話一樣 I recognize your footstep old man 接著格尼哈萊克 帶著Paul一群人去拿 亞萃迪家族的92顆原子彈 在那個時代使用原子武器是被 星際公約 Great Convention給約束著的 他們裡面說如果你要使用原子彈的話 你最好是毀掉那個行星 就不要只是毀掉一半 這樣其他的生態就會被影響 那可能會出現怪物 所以要炸就整個炸掉吧 也是為什麼大家族其實都擁有原子彈 但是都不會隨便使用的原因 一開始Paul想要用原子武器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他們成功的擊退 飛得羅莎的話 他就不用到沙丘的南部去實現那個預言 發起盛戰 害死數十億的人 但因為飛得羅莎 搶先先毀掉他們北方的聚集地 所以Paul一群人才會被逼到南方 讓Paul喝下了生命之水 變成了Lisan Agai 知道所有未來事情的Paul 馬上開始威脅宇宙帝皇 讓帝皇帶著軍隊來到了沙丘 但Paul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騎著他們可愛的雞娃娃 簡單的打贏了這場戰爭 片頭應該要變成 Power over Chihuahua It's power over all 大戰的最後 Gernie Halleck殺掉了野獸拉兵 Paul殺掉了胖胖男爵 在跟飛得羅莎決戰前 Paul用了媚音 正退了聖母 代表他現在心靈方面的能力 已經比姐妹會裡面最強的成員還要強了 然後這個時候聖母就罵了他一句 Abomination Abomination我知道在浩克裡面 他是翻Earth 但Abomination其實是怪臺的意思 但這其實是一個小彩蛋 Abomination這個詞 在姐妹會是用來描述那些 接受太多記憶 最後控制不住自己 反而被那些祖先的記憶 給控制的人 就會變得非常可怕 因為有可能我就 變成了我的真真真主婦這樣子 發生這種事情 就比較像是一個 失敗版本的聖母 姐妹會的人就會認定 這個人是個怪胎 然後會馬上把他處死 所以這個時候聖母應該是覺得 Paul就是一個失敗作品 所以結果罵他一句怪胎 然後希望把他幹掉 電影的最後Paul殺掉了 費德羅莎要求帝皇讓出皇位 還要跟伊羅蘭公主結婚 這個時候各大家族 因為接到了哈肯的男爵的姓 所以全部都來到了沙丘 但他們不接受讓Paul成為帝皇 所以Paul就決定要引發聖戰 Holy War 來挑戰各大家族 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 Chani一個人很難過的 自己一個人離開了那個地方 還召喚殺蟲的畫面 不想要再繼續幫Paul打這個聖戰 網路上超多的網友在稱讚 在這部戲裡面非常細膩的演技 他不用說任何一句話 用一個眼神就可以告訴我們 他對Paul有多麼的失望 但你知道這個結局 其實跟小說裡面的結局 是不太一樣的喔 在小說裡面的Chani 是跟我們之前有提到的一樣 他跟所有的弗雷曼人一樣 都是Paul的超級信徒 就是Paul要他做什麼 他就會做什麼的人 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 導演接受Inverse訪問的時候 有解釋為什麼電影的結局 會跟小說不太一樣 他認為原作Frank Herbert 不希望Paul被視為是英雄 因為對於Herbert來說 沙丘這本書 對於魅力型的領導人是一個警告 他寫這本書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當你擁有一切能力的時候 你該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他當時其實是故意把Paul 塑造成一個比較黑暗的人物 不想要再寫出一個 他是白人然後拯救所有世界的故事 他想要的是相反的 黑人來拯救世 要沒有 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呢 Paul這裡他其實故事曲線 角色設定 還有他該做的那些選擇 他盡量的是保留跟小說一樣 他唯一改的比較大的地方呢 其實是Chuny這一邊 Chuny的角色比較像是我們觀眾 會去感受跟理解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從Chuny的角度可以看到 Paul他一直說他不想要這樣 不想要那樣 可是他後來還是選擇戰爭這條路 為了某一些人的利益 犧牲了另外一群人的生命 到最後來說 其實是不是雙贏的狀況 而是有很大犧牲 最後得到的一些權利 你知道他改的超多 他原本跟Chuny還有生孩子 然後那個孩子還被帝王殺掉 然後他生了孩子以後 Chuny還讓他跟公主在一起 然後之後Chuny又跟他再繼續生孩子 他改這樣真的合理很多 你想如果我們真的今天是用一個 單純善良的男孩 因為得到了權利跟勢力之後 完全個性改變的話 其實也蠻合理的 就跟Frank Herbert想要說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 他想要表達的 就是有權有勢的人 不要這樣做 要注意自己做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會導致一大拳死掉 那影片最後會有第三集嗎 導演自己說是會有 如果要的話 他會拍Doom Messiah這個系列 但比較可惜的就是 導演有說接下來這一部 應該就是他最後的殺丘作品 他不會想要再拍下去 因為之後其實故事是蠻瘋狂的 知道的朋友會知道 這我自己是蠻期待 我是蠻想看到人跟殺蟲是怎麼合體 順便一提 沙丘的前傳故事 沙丘預言 Doom Prophecy 他的影集 預計要在今年年底 上在Max上面喔 這個故事 時間線會在電影沙丘的 一萬年前 主要是在講 姊妹會 Benny Jezerite 起源的故事 還有他們怎麼訓練自己 心靈的能力 所以非常期待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喜歡沙丘嗎 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地方 有什麼想要討論的地方 都歡迎在下面 跟我們一起留言討論 那喜歡我們巴巴研究室的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登登 好久沒有開箱玩具了 但我真的不想要開箱 因為我覺得玩具 這種玩具 最好是帶在裡面就好 你們看得到嗎 這超酷的耶 這是Paul跟Fate的羅莎 他還是沒有牙齒喔 他沒有牙齒喔 然後這個是 這是Steel Guard 跟那個Chunny的朋友 喜歡的朋友呢 這是真觀玩具的漫法人系列 他們都有出 沙丘 這真的超真實的耶 而且他是 都是可動型的模型 耶 有沒有 非常值得參考一下 然後買來收藏 我會把它擺在盒子裡面 最後為什麼要決定發起聖戰 他覺得 控制 才是 唯一的 生存指導 透過控制來得到和平 所以他的故事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變 才變到所有人自由啊 所以他一開始是這樣 他是故意的 他六本小說 講說要讓人自由才是最終的道理 那 非常好 他會不會有任何種的方面 很明顯 他在這裏 他一定會去找的 他在這裏 但我今天是不易的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 那邊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 這裏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 還有一種 他在那裡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